不云见日便是非,莫掌寻常,话真情 大家好,本期我们来聊聊《论语》 《论语》开篇第一章,学而实习之,不亦悦乎 有彭自允方来,不亦悦乎 人不知而不遇,不亦君子乎 开宗明义给我们指出一条向上之路 人生三条路径,三种境界 都包含其中 《论语》的境界,学而实习之,不亦悦乎 人生天地之间,由蒙读海统到所知甚多 全在一个学字 学是每个人不可虚于离开的 需懂得学习,善于学习 奠定了我们一生进步发展的根基 学而不思走往 思而不学则待 只会单纯吸收现场的知识 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判断 知识再多 也只是两脚疏出 与人生无关,与智慧无关 要将学习与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 有益于身心的发展 就必不可少地需要慎读的功夫 慎读能使人防危度鉴,防范于未然 古人云,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禁细行,忠累大度 讲的就是慎微的道理 君子的境界,有童自引方来,不以乐乎 孔子说过,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 结交正直的朋友,诚信的朋友,知识广播的朋友 是有益的,结交献媚逢宁的人 结交表面奉承而背后诽谤的人 结交善于花言巧语的人,是有害的 高人的境界 人不知而不欲,不义君子 在现实生活中 自己的行为,一时不被别人理解的情况 是经常会发生的 道德修养较高的人 对此或者耐心地加以谨慎 或者泰然处置 让别人慢慢理解 道德修养差的人 则或者沮丧,或者恼慕 但结果总是适得其反 换句话说 随便在哪里 绝不走歪路,而走正路 在任何社会 都是一样比较困难的 以正道示人 以正道立身主事 忽视功名富贵 不要标心立意 不要过分张扬自己的特殊之处 融入社会 融入周围的环境 从而达到玄妙其同的境界 所谓苍浪之水清晰 可以着五一五 苍浪之水除息 可以着五一五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想了解的 想要对我们说的 可以给我们私信 赴助您的想法评论 您的兴趣 就可称为下期的节目 别忘了关注我们 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